洪总 你好,小张 请问您它的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同步溶胶的意思 那同步溶胶它有什么优点呢 它可以实现一边开膜一边溶胶 并生产周期会更快 那请问我们这次郑州长会 我们的基础有什么特点 它除了生产速度快以外 还比传统的机器更节能 那为什么会更节能呢 小张,你这个问题问吧 你好,我带你过去看看 好,你去 那这台机器呢 它采用的是四伏马达 通过减速箱放大领域 来驱动螺杆的溶胶 这种方法比传统的液氧溶胶 省电大概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除了省电还有什么优点呢 这台机器除了生产速度快 省电以外 就是我们在郑州长 展出最整体的机动化生产 我带你过去看看 好,看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片里 不是你讲的,是我讲的 小张,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全机动连线生产 我们通过这个制作机 旧胚到输送带送给吹瓶机 吹瓶到输送带过去 机动打包 从塑料到出来产品 包装好,不需要经过远手 全机动化的 哦 这样的话呢,会大大的降低 劳动成本 不用几公元 调好机就直接在那边打好包了 是的 生产成本会非常有优先 而且生产效率高 小张,这里已经完成了机动打包的环节了 这么先进 谢谢洪总对我的专业详解 谢谢 谢谢